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节目 人生百保守 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挑战 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很不一样 现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很紛乱 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进步有够快 准备你都对不对 现在一个宽布的问题、环境 非常严重、恶化的一个时代 所以这次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其实 你要发现说 我们根本就是在面对一个 一切都不知道的时代 这跟着一个真主意 人类的科技 就是要一切都可以降落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 我们科技在进步 就是一切我都可以降落 过去,为什么要发现基基 因为人工的时代 你进度很坏 不然你工人发生 工人的心情不好 今天我可以做多少东西 这是看工人的心情 和他的身体的状况 基基不同 基基,他不会发生 基基,如果坏 没关系,我旁边 再放另外一台在那边 如果这台基基有问题 我需要换线操作 我另外一条生産 继续来生産 就是说,在基基的时代 一切我都可以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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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 机械的机械设备 行善 那一切都降落 身体说 用电脑 我们的连线 降落说 我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透过卫星连线 你说现在的国小就好了 那孩子去学校 都要刷牌 可能有人不知道 你刚才没孩子你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现在国小的孩子去学校 都要刷牌 他要去学校 代表我到学校 学校 这个电脑的系统 会主动上简讯 爸爸妈妈 我就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到学校了 现在孩子在办公室出的时候 我离开了 这个电脑会发一个简讯 去我的手机 我说 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了 一切都在掌握中 对不 从来身体说 透过一个卫星 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同学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同学在哪里 透过卫星导航系统 我的手机 里面就有一个GPS 卫星定位 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 人在哪里 我就知道 都走不去 一切都在掌握中 我们说现在 将来是电脑控制的冰箱 你们家的冰箱 要有多少青菜 多少虚 多少肉 将来 那些都可以监看 用一个 微型摄影机 对不 你可以在公司上班 只要电脑打开 只要看我们家的冰箱 不知道有什么 我忘记了 只要电脑连线 要主动看你们家的冰箱 现在身体有的设计 人家如果说什么东西 他会主动连线去超级市场 东西 材质 主动就送到你们家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所以这绝对不是做梦 绝对不是做梦 他要出门的时候 完全一切都在手机里面 你手机要看电影 也不用下载 你直接用浏览 用看的就好了 你要看电影 你要看什么 都没问题 将来现在这个时代 你说我们家的电视 都要六点半看 不用 我告诉你 老三的这部 只要你们家有电脑 你打开 随时你要看你就看 我们这部 都放在网络 你就随时都可以看 你如果说 老三啊 那可以 我看这个头一手 老三你现在都在錄影 你錄影 我们这里看的 将来可以说 你在錄影的时候 我同步观赏 可以吗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而且很简单 这个设备很简单 我现在在錄影 过程中间 只要我一台camera 是直接用这个讯号 送去到网路 只要我们这个导播 那一条线 送去到网路 我们所有人 全世界各地的方 我现在老三 现在在錄影 但是我现在 錄影 你要看到这个 这部 让电视台 骨头把你放出来 大概想到今天一五月 所以这有一个落差 我现在在说的东西 一五月在这里看得到 因为我们不是现场 立即实况 转播 将来没有这个问题 像我现在在这里錄影 你可以马上看 你说我看了 想要看呢 你要看一百百的 都你们家的事情 你设定我们家的电视 一十四小时 都老三公告 都没问题 对不对 因为呢 电脑可以做这些节目 隆中送去到 你的电脑萤幕 将来电脑萤幕 和电视萤幕 都搅拌了 所以你说 我老三我想要看 我现在看到 老三公告的节目 我想要看你十年前的节目 没问题 你要看一百年前的节目 也没问题 这时候我没做而已 这个技术上 都不是问题 你要看什么都随在你 这就是将来 这就是时代 所以我现在就在说 我们人家发明一切的科技 我们就是要说 一切都在掌握中 但是我这次要跟你说 就是说 真有趣的一个现象 科技进步到一个程度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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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才会怎么 你不知道 因为太近了 太近了 你说一年后 会怎么 你说 现在生活的经验 一年后会怎么 大家可以了解 我差不多感觉 会对 但是将来 那时代 那时代 增幅到一个程度 你不知道 明天才是否 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那些生命出来 会改变 人类的历史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明天才是否 一个人类的历史 你不知道 明天才是否 一个人类的历史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明天才是否 一个新的科技出来 这个科技出来 你解决你很大的困难 你不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吗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每一件事 都有可能 已经没有这个 没有可能的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 叫做没有可能 人类的事情 都有可能 这变作是一种 不确定因素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觉得很安定 是因为 你会知道 有的事情是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有可能的事情 很少 所以你都可以讲 差不多 两三个变化而已 等有一些 科技进步到一个程度 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 人类很不确定 因为每一件事 都很不确定 每一件事 都有可能 在那种的情形之下 实在说 我们人的生活 是越来越不安全感 我刚才说的这个理论 你可能听没什么人 我现在很简单的 比如说 我们人类的发明 手机是否很好的一个发明 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手机的目的 就是在找一个人 都找得到 你随时找得到 但是 当人类的科技 发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有手机也没有用 是怎样 因为 你现在手机下来 你吃一个饭 你找到我 很简单 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 我现在没法 是怎样 我现在人在美国 哎呦 你在美国 你当时走到美国 我会怎样才来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现在背美国要坐 10点钟了 但是 翻识了 我不知道当时 我不知道 我来说我不知道 未来就是不确定 我不知道当时 20点钟变成2点钟 你说 哪有可能 哪有不可能 你是怎样 你敢说不可能 你如果对科技有了解 你不会说不可能 这三次 你就说有可能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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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说不可能 你如果说不可能 你就不是现代人 你古早人 现代人 什么事情 都说有可能 我问你 如果人类进步了一个程度 我去美国只要10分钟 你说 老参子 晚上到我坐在一起 我可以给你答应 我不敢给你答应 因为我不敢给你答应 我不敢给你答应 我不敢给你答应 因为 只要我愿意 20分钟后 我就来 我就从美国来到你面前 但是 我太无用了 所以我没有读决定 反正20分钟后 我去非洲 对不 说不定 我去答应 好 不然六点吃饭 好 答应 说不定 过半个小时 我再打电话 不好意思 我找一个朋友 在非洲过生日 所以叫我去人家 给你搓一搓 本来晚上要跟你吃 不然我们明天知道 不好意思 我应该去非洲 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哪里不可能 对不 我早就一定要跟你吃 你问我明天在 明天在 明天在反正你还要电话 我 不好意思 我本来跟你说明天在 不好意思 我孙 不好意思 我孙最近 参加旅游团 在北枝 一位 一位 跟他一起去 不好意思 所以我现在 决定要去北枝 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你知道为什么 等人家的科技 进步到 每一件事 都有可能 我们的生活 进入了 另外一种 不能说混乱 不能说一种新的模式 我们人类 整个年的历史 一直在 一直在帮展 掌握自己的人生 叫做生涯规划 我们一直在讲 这种东西 schedule 都下来 PDA 拿出来 未来一年的 schedule 都在内 在内 那是因为 这个时代的变化 它又不够近 所以你会讲 我就是说 我演讲经 浴到一年后 我跟你说 如果真的 事实在 增幅到一个程度 你要浴到三 一年后 請你来 我再教我一个程度 我不敢跟你打赢 我不敢跟你打赢 因为 一年后 有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一年后 你说 叫我一个月 我就不一定 跟你打赢 你知道我吗 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都会改变 我们现在要叫人 来听英详 要联赢一个 港元退休会 可能三个月前 就要抑 那是我们现在 生活的 天保 还要这么慢 你知道吗 以前 要丢避一个 一个特别的主婚 大家一年以前 丢避 叫大家一年以前 说这个时间 先流下来 后来 改变 差不多半年以前 跟一个主婚 因为你太早 人都不一定 人不敢跟你打赢 十九个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再来 现在差不多 一九月前 我教会在办公室 我很清楚 现在 你如果说 各位会友 一九月后 我们教会 要来压我重拜 请大家时间 留下来 他现在可以带你 他带你 他带你 不一定的来 差不多两个月前 是有卡定 没有 有 差不多两个月前 有卡定 但是 你刚才那些 不容易 他要一个月前 照顾给你卡定 你看看 像多少 古早人 一年前 他可以时间留下你 現代人 一周前 他不敢跟你打赢 这叫做进步 你看看 死了不死了 是不是 将来 将来 你信不信 将来这么多主婚 是一周前 才开始丟臉 你要什么 天保很快 对不 可能到 正一日才会 确定报名人数 你要相信 因为 对美国来到 这几十分 都够了 你怎么说 对吧 所以 当科技进步到一个天堂的时候 我强调是说 进步到一种 有够的进步 进步的时候 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一切都是未知 我也不知道 我再来做什么 决定 因为可能性 已经太多了 那个时代 有还有一种 新的生活的形式 你说 我过的 我走的 这个 我过的球 比你走的路 要更多 哪有什么意义 已经没有意义 好 所以 那边有 得最好 这个时代变成一种 丢个字的 都拿了 谢谢 欢迎回来 老三个视频 来 今天我们说 我们现在面对的条件 是什么 面对的条件就是 未来的安全 你问你都不知道 我们面对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觉得很害怕 因为我们已经很关系 什么东西 都在墙压中 现在 我认为 未来进步到一个天堂 看起来 好参照 一切都在墙压中 但是这些上 你无法度胖 讲什么 所以越来越多 这样 不然怎么 来 人生金融 送大家这句 说 让我们贏过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的信心 对 让我们贏过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人人的尊财 让我们贏过这个世界 不是我讀到 我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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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让我们贏过这个世界 不是我身体很臃肿 八十月 看不出 好像四十月 不是 圣经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让我们贏过这个世界 是什么 不是你的聪明 体系 能力 健康 在乎 地位 你的管理 都不是 是什么 信心 信心 是你的态度 人想到他怕 就是怕什么 怕你对自己失去信心 对环境失去信心 当一个人失去信心 他的表现一无是处 他的表现一无是处 这个人 如果是 失去信心 就算他本来真有实力 他也没有表现 但是我都回来说 这个人 如果有信心的时候 他的表现 往往往 敲滑 他本身的能力 可以提高 到另外一个斩主 这叫做信心 所以说 让我们人 活在世界 贏过这个世界 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简单说 面对未来的世界 会变怎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在说的 经济混乱 環保的混乱 冰山的融化 你如果想到这里 你会很害怕 就会发现 你已经害怕死了 但是 今天这一集 告诉你很清楚 让你面对未来 到底会变怎样 你都不知道 明天知道如何 你都不知道 但是 有一种让我们贏过 叫做信心 所以我会想到 心境里面 说到信心的故事 叫做阿伯拉罕 犹太人的祖先 阿伯拉罕 兄弟当年 火钓鱼出来 说出来 阿伯拉罕你出来 离开你的故障出来 来无险 人生就是一种无险 走 兄弟叫他出来 阿伯拉罕要出来 我要走出去 我不知道 兄弟说 放心 你只要有信心 一个有信心的人 怕到哪里都不怕 怕 对我出来 所以阿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 所以 我为什么要抵迫 因为我会怕 所以我一人说 我抵迫迫迫迫 我就不怕 是为了要不怕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贪这么多钱 没钱我会怕 所以等我如果 有钱的时候 我就不怕 你为什么要做官 为什么要做总统 我如果做总统 我就不怕 所以你认真想 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会怕 都是因为我们会怕 我们做很多事情 只有是为了不怕 目的只有一个人 愿望我自己 不怕 是这样而已 说起来 人生也很好笑 好笑 一切都为了一只 叫做怕 怕死 怕散 怕苦 怕胃 怕发病 怕很多东西 所以人生 你如果说 不怕 有心不心都不怕 我告诉你 什么坚困 都不是问题 这个观点 我愿望大家得记得 我愿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知道 你们孩子在上班 你们孙子在上班 都像模样 我们做阿公阿嬷 老三的这段 没人看 我又看没人说 什么意思 不能只看而已 说给你们孩子听 中人生就要你 你说给他听 以前阿嬷在吃饭 不然自己先抱抱 在那里 在那里 那时候很无悔 但是你们孩子 也是给你们 尺寸到大了 现在我跟你说 老三说的东西 你自己先消化 消化了 你再说给他听 因为我跟你说 很多年轻人 你不要说 他太多 你不要说 人生做吃饭 你不要说 他很害怕 其实很害怕 很害怕 他怕说 在这个工作做了 没法做 发展 他怕说 主管 没有太贴重 他怕说 工作做了 不久 他怕那钱贪 不够多 都怕怕到要死 我跟你说 怕帚没母 怕嫁没公 怕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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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怕 怕到要死去 所以今天你看看我再没死 請你从这个观念 躲好你的 成人 跟他说一句话 说啦 老三说啦 老三说 圣经有在教 让我们贏过世间 是信心 是我们的信心 是对上帝所来的信心 是当上帝躲在我们来面 上帝跟我们做好 我们自然不怕 那个信心 不是你自己想出来 那个信心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当上帝跟我们做好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扣子 有一个网络 自然 你就不怕 所以不要将你的人生的安全感 建立在金钱 因为钱会失去 在逃难的时候 战争的时候 钱没赚 钱没赚 对不 以前在战争的时候 那些资产的金子 看一看 没人要担 正经你把你倒在腰 金子就没吃你了 你了解你的意思不 钱不是万零 钱绝对不是万零 虽然我们都会说 没有钱万万不零 这我也知道 没有钱万万不零 但是你不要 就是说有钱就是万零 很多人生的痛苦和钱没关系 那是因为你害怕 所以今天老三 刚才不跟你说得很清楚 人生是在要求别人 怎样害怕 不怕 不怕就是要有信心 不怕就是说你要知道 不是明天知道的事情 都在我的手中 我才会安心 不是 你要将你的未来交到 兄弟的手中 兄弟在将困 你才不怕 让兄弟来带路 不要将你的安全感 建立在你的金子 建立在你的财富 不要将你的安全感 建立在我才这些东西 建立在你家的房子很漂亮 要将你的安全感 完全百分之一百 建立在上帝的身固定 你要相信 你的人生是上帝的将冠 你的人生是上帝的富贼 你如果可以 有一些 老三说的这些东西 你完全可以带路 你的人生就真的超人了 没在怕 今天这么时间就到这 一边请大家 欢喜来听歌 欢迎收看 老三念歌诗 耶 今天两位老师 一位阿开给我们拼音 阿虎给我们拼音 你拼到他要拼音就对了 我们这两位老师 跟我们合作这么久 不但要拼音 要拼音 要拼音 想想 我们想想 真的 跟他们做直播的过程 就是我们非常快乐 每逢都会 我只能躺在旁边 躺在睡 都不用我的事 让他们躺在那儿 都不用看 看 你看 哇好小的耶 今天我们老歌 真唱的 要来唱一首歌 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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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上帝的关系 是哪哪哪哪 沈云 哪哪哪 滴的一种关系 要来听 这首好听的 是我爱你 我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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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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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